好,我们来看看前文的部分。 日本語の試験は昨日終わりました。 日语考试的话呢,昨天结束了。 試験の形式は考试的形式为 学生に让学生日本語の文章を翻訳させたり 让他们来翻译日语的文章 以及日本語で用日语、短い作文を書かせたりする 让他们写短文章的一种筆記試験 笔式的一种形式 と、和、会話をさせたり 让他们进行绘画 録音を聞いて、听录音、日本語で答えさせたりする 而且让他们还用日语来回答 他的录音的问题 する、以这样的一种 口頭試験でした的口頭考试 好,也就是说它的形式 試験の形式は 关键部分是从这里 筆記試験と口頭試験です 过去是でした 好,那意思是说 最终的考试是笔式和口试 那笔式是让他们翻译日语文章和写短文 而口頭考试呢 是让他们来进行绘画练习 以及听录音用日语回答 李さんのクラスは今 村松先生が教えています 这里的でいます 表示状态的一种持续 说小李他们班现在呢 是由孙松老师来进行教导 村松先生はとてもやさしい方で 那这个村松老师呢 是一个非常柔和体贴的人 好,这个地方呢 方是对于人的一种尊重 好,下面 学生に对学生とても 非常的丁寧に教えます 细心的教导 まず学生に聞かせたり 那だりだり可以举例 好,那这里呢 指的是首先让学生听一听 絵を見ながら 一边呢看一下图画 言わせたりします 让他们一边看图一边表达 それから然后本を読ませたり 让他们看看书 然后下面 漢字を書かせたり 让他们练习一些汉字的书写 質問に答えさせたり 让他们回答一些问题 版文を作らせたりします 让他们做一些短的文章 また另外 時々 面白い話をして 说一些有趣的话题 学生を喜ばせたり 让学生开心 冗談を言って 说一些玩笑 笑わわせたりします 让他们逗笑 Aokiさんは日本人留学生で 秦穆先生呢 是日籍留学生で表连接 将来 将来 日本語教師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他想着将来 想要成为日语教师 彼は村松先生を 向这个村松老师 尋ねて 向他进行询问 授業のやり方について 有关日语的 这个授课的方式 いろいろ教えて いただきました 向他 请教了很多 有关日语授课方面的 一些东西 そして 然后呢 将来 将来 自分も 自己也 村松先生のように 像 希望自己将来 也能够像 村松老师一样 日本語を 把日语 上手に 教え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希望自己能够 把日语教得很好 能够像 村松老师一样 把日语教得很好 好 我们来看到绘画 那绘画当中呢 他就会跟他 询问考试情况 同时也会 聊到 跟村松老师的 一些请教的 细节问题 李さん 眠そうですね 这个地方的 眠そうですね 去掉一加上送 表示呢 看上去 那看上去呢 好像呢 很想困的样子 昨天晚上 徹夜でも 这个地方的でも 是随意举例 したんですか 难道你昨天晚上 熬夜了吗 いいえ 徹夜はしませんでしたが 虽然并没有熬到 很晚 だいぶ 遅くまで 起きていました 但是还是 一直 弄到很晚 才睡 好 那继续看一下 そうですか 是这样啊 それで因此 疲れた 很疲惫的 疲れた顔 しているんです 那一副 非常疲惫的神情 昨天晚上 一直在搞学习吧 诶 試験は 昨日 終わりましたけど 那 考试的话 昨天 已经全部的 结束了 今まで 直到现在 今までに 習った 単語や 文型などを 整理してみたいんです 一番 単語はどのくらい ありましたか 文字 你查到之后 有多少呢 因为它是对于 过去数据的 一个说明 所以它用的是 过去式 初め 那开始的时候呢 各式百千 一千 那就是千 千くらいだと思ったら 最开始以为 大概是一千左右 千五百も ありました 结果有 一千五百 も 表示 竟有如此之多 李さんのクラスは 今 どの先生が 教えているんですか 李さん的班级 你现在是 哪位老师来教呢 どの 哪位老师来教呢 好 这个是 村松老师 村松先生が 教えてくださっています 动词提醒 加上 くださっています 相当于 くれる 好 也就是我们说的 为我做某事 表示尊敬语 是由村松老师 教导我们 村松先生は どんな方ですか 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呢 村松先生は とても やさしい方で 首先 他是一个 非常和蔼的人 私たちを 自分の子供のように 把我们当作 是他自己的小孩 一样 かわいがってくださいます 对我们 还很疼爱的 对我们 あなた方 你们的一个 表存近的方式 先生を 困らせることが ありますか 你们有让 老师觉得 很为难的时候吗 困る 变成困らせる 事实一行 让老师 感觉到 很为难的时候吗 宿題を 怠けたり 比如说 偷懒不做作业了 いたずらをしたり して 那还有呢 就是 搞点恶作剧之类的呀 两个大理大理之后 有一个します 为了做连接 变成了して 先生を困らせることが あります 还是 是不是会让老师呢 有点为难 或者说 让他有点困惑 また 另外呢 先生に 好 这个 ことばらずに 就是不跟老师 打招呼的意思 学校を休んで 不跟老师打招呼 就向学校请假 然后呢 以这样的方式 让老师担心了 先生を 心配させることも あります 也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 先生を困らせたり 怒らせたり 心配させたり してはいけません 这样做是不行的 我们还是不能 让老师感到困惑 让老师生气 一致不能让老师 担心才对呀 ええ 私たちも 我们也 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いけない是不好 我们自己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不对 これからは 从现在开始 先生を困らせるような 想能够 把他困扰起来的 或者是 他困扰的事情 ことをやめて 不再做 让他会感到困惑的事情 我们会尽量努力做到 先生を 喜ばせるようなことを やり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好 这个地方的 ような 跟刚刚一样 我们会尽量想做一些 让老师能够 开心的事情 ところで 对 话也说回来 今度の試験は 難しかったですか 这次考试 你觉得难吗 过去是 ちょっと難しかったのですが 是的 的确还是有些难的 だいたい できたようです 好像基本上 还是都做出来了吧 好 继续看下一句 それはよかったですね 那还是挺好的 どんな形式の試験でしたか 是一个什么样 形式的考试呢 やはり 果然还是 筆記試験と 口頭試験です 有笔式和口试 筆記試験では 在笔式当中的形式为 日本語の文章を翻訳させられたり 日本語で 500字ほどの短い作文を 書かされたりしました 意思呢 我们呢 要翻译这些 日语的文章 那这个用的是 这个 被意志害 就是我们说的 要被迫做这些事情 另外还要用日语呢 写出500字左右的 或多表程度的文章 好 口頭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でしょう 用过去是 还要表示推测 那考頭考试也挺難的吧 普通の会話は それほど難しくなかったのですが 虽然说 普通的这种绘画呢 考试并不是那么的难 それほど呢 是程度词那般的 皆否定可以表示 并不是那样的 のです 这里表 客观事实 録音を聞いて 听一段录音 日本語で 用日语 答える問題は 听一段录音之后 用日语回答的这个提醒呢 なかなか難しかったのです 我觉得特别的难 早くて いいかべくて 意思是速度太快了 よく聞き取れ よく聞き取れます 是听得很清楚 那よく聞き取れませんでした 听不那么清楚 それは難しそうです 難しそうです 这个地方把形容词 移去掉了 表示呢 看样子还挺难的 村松先生は 普段 平时呢 親切に教えて くださいますか 平时呢 教大家的时候 是非常热情的吗 分からないところがあると 他工作状態的一种感动 我们的内容 这个词会怎么样去教你们呢 这句话の意味を 把新字的含义呢 説明してくださいます 为我们来介绍 授業中は中国語を使いますか 那在授業中 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全部用日语来表达 中国語はあまり使いません 不怎么使用中文 先生も中国語を使わず 先生も中国語を使わず 首先呢 老师呢 不会用中文 日本語だけで 只会用日语 教えてくださいます 只会用日语来教导我们 村松先生は あなた方に 那这个牧村老师 向你们 面白い話をしてくださいますか 会给你们说一些 好玩的事吗 え ドキドキ 面白い話をして 首先呢 跟我们说一些好玩的话 ドキドキ 时不时 私たちを 把我们 让我们 喜ばせてくださいます 好 那就是让我们感到开心 でくださいます 是できれる的 这个敬意形式 说一些 时不时说一些 好玩的事情 逗乐大家 また ドキドキ 时不时呢 冗談を言って 跟大家开开玩笑 私たちを笑わせます 也让我们呢 发笑 そうですか 这样が 村松先生の教え方は 本当に 他认为 孙聪老师的 这个教学方式 真的是 上手ですね 非常的了不起 私も将来 日本語教師 になるつもりですから 好 这个 なるつもり 是打算成为 ですから 表原因 因为我将来呢 希望自己也打算成为 一名日语教师 ぜひ一度 给我一些指点 明日は明天 授業がありますから 因为明天有这个课程 村松先生は 学生に大変 一つも繰り返して 我们来看到下一句 そうです 选择 一人一人に言わせますか 你是让大家一块来说呢 还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说呢 一生に言わせることもあれば 那 もあれば 后面就会有一个 もあります 我借由让大家 一块说的时候 一人一人に 言わせることもあります 我也会有让他们 一个一个的说的时候 正しく言えない学生が いたらどうしますか 如果是有 不能正确说出的学生 你应该怎么办呢 学生がいる 变成いたら 表示假设 どうしますか 怎么做 まず 焦らないように 首先我让大家 不要那么的急 言ってやります 我会让他们 不要那么着急的 去试着去做这个事情 そして 然后呢 どうして 那为什么 正しく言えないか 会告诉他 你为什么 会不对 好 説明してやります 我会告诉他们 他们为什么 没有说对 好 继续看下一句 それから 然后 また 何度も 練習させます 然后 这样很多次 让他们去练习 正しく 言えるようになったら 如果他们能正确说对了的话 次 那接下来 どんなことを やらせますか 你让他们做什么呢 次 那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読ませたり 让他们 どいどを かかせたりします 让他们写一写 単語の意味は どうしますか 那单词的意思 这一块 你要怎么来教他们呢 まず 絵や写真や 実物などを使って 首先会用到一些图片 还有照片 还有一些食物 等等的一些东西 面白く 很有趣的 楽しく 开心的 勉強させます 让他们很有趣的 很开心的去学习 その後 在那之后 適当な例を 分けたりして 然后呢 我举出一些 适当的一些例子 好 大理取例子 可以用到 大理大理 后面加上一个スル 把他连接型 变成了して 意味を 分からせるように しています 用にしています 表示努力 一直都做到呢 让他们去理解 意思 分かる是知道 分からせる 是让他们知道 实义型 这一刻有很多的 实义型和 这个被译态 日本語を 中国語に 訳させたり 让他们呢 把日语呢 翻成中文 中国語を 还有呢 把中文 日本語に 訳させたり しますか 就是疑問句 那您会让他们 把日文 翻译成中文 或者是 把中文 翻译成日文 这样做吗 訳させる練習は あまりやっていません 我让他们 翻译的練習 倒是 做得不大多 その代わり 取而代制的是 問いを出して 提出问题 それに 答えさせる 練習を やっています 我是让他们 对子呢 来做打 以这样的練習 来进行的 やっています 来进行的 答えは 口で言わせますか 那言わせますか 指的是 让他们来说 回答是用口头的形式 紙に書いて答えさせますか 还是写到 指上的方式 来回答呢 口で言わせることも あれば 紙に書いて 答えさせることも あります もあれば もあります 那我就有让他们 用口头的方式 来回答呢 有用他们用指的方式 来进行作答的 学生は 先生の言う通りに 按照老师所说的那样 よく勉強しますか 会按照老师所说的那样 努力的学习吗 みんな 大家 真面目な学生ばかりですから 人数家ばかり表示 老师近世 ですから 因为都是一些 乖学生 认真的学生 何をやらせても 即使让他们 做任何事情 私の言う通りに よくやります 他也会按照 如我所说的那样 去努力的做好 その熱心な勉強ぶりは 那样的热心的 学习的一种姿態 どん ほんとに感心させられます 让我觉得 非常的感动 授業中 学生はよく質問しますか 这个地方的 よく是表示频率 那学生会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向您提出问题吗 ええ よく質問します 会经常提问的 この前 在这之前 だと であるの 違いを 質問させられました 就在这之前 我还被提问说 老师到底 这个だ 和 这个である的 差异和区别 在哪里 而向我提问呢 わからないところが あったら 如果说有 不知道的 或不懂的地方 すぐ 質問するように 我会让他们说 马上来提出问题 好 继续往下看 私は普段 学生に言ってあります 我会让 就是他们 让他们说出来 告诉我 哪里不懂的 おかしい質問を されることは ありませんか 那有没有过 被提问到 那种很奇怪 古怪的问题呢 ありますね 是有啊 有被提问过 这种奇怪的问题 この間 在这之前 ちょうという学生に 被一个心脏的同学 日本語は 日语 なぜ 为什么 ズボンを切ると いわないのか と質問させました 被提问说 为什么日语当中 不能说这句话 ズボンを切ると いわないのか 好 大家知道 因为穿裤子 要用剥 而衣服 以上 腰以上的穿着 用切る 所以他说 为什么不能用 穿着裤子 这个穿着 来表示 穿裤子的意思呢 中国語を そのまま日本語に 訳して 考えているのですね 那他们的确是 把汉语 就那么直接的 翻译成 日文的 这种思维方式 去思考问题了 先生は 学生を叱る 叱る是 怎么 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那 这个地方的 原基本形 加上 ことがあります 表示有事 那老师 你有时候会 怎么学生吗 あります 会有的 この前 在这之前 呢 尾という 女子学生が 有一位 姓王的一位 女同学 女生 宿題を 怠けたので 因为呢 他偷懒 不做作业了 厉害 叱りました 我非常严厉的 批評了他 そした 这么做了 そしたら 这么一做吧 泣いてしまって 他就哭起来 随分困りました 那害我 我也觉得 很困扰 学生 に 泣かれる と 本当に 困りますね 如果呢 学生 哭起来 觉得特别 特别的 怎么样 困扰呢 那为什么 我同学会提出 问题 这里要用 背动性呢 因为在这里 是指的 虽然我不是 哭泣的人 但是因为 学生的哭泣 让我这个老师 间接受到了影响 或 觉得很为难 所以在这个地方 用的是 间接的被动 好 ところで 对了 坏说回来 先生は授教中 老师您在上课的 过程当中 ドキドキ 上诞を言って 开玩笑 学生を 喜ばせる そうですね 听说 您会 道路大家的 ええ ドキドキ 上诞を言って 学生を 笑わせます 我会开一些玩笑 好 这里做连接型 我会时不时 开些玩笑 来 道路大家 また ドキドキ 面白い話をして 我会呢 时不时 跟他们说一些 有意思的话题 喜ばせてやります 让他们感觉到 一定的愉悦 好 先生は 本当に授教が お上手ですね 那老师您的 说课方式 真的非常的棒 将来 将来 日本語を教えるときに 在我去教日语的时候 私も 我也要 先生のような 像老师那样的 说课方式 授業をしてみたい と思います 我也想试着 用到您的 这种方式 今日は いろいろ 教えてくださって どんつていしんちゃくださって 就 相当于くれる 变成くれて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真是太感谢了 那么 聊了这么多 对于老师提出的 一些建议 非常感谢 所以他用的是 过去式 ました 来表示 好 那我们的绘画文 和前文的部分 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 后面要提到的是 阅读文的单词 和阅读文 和阅读文的单词